一千 小夏早晨 各位觀衆 各位觀衆 好 今天小夏說我們還沒講主題前 我們沒有主題 今天直播沒有講主題 小夏說有很多新的叫做 叫做Breaking News Breaking News的文叫做什麼? 突發新聞 是不是? 突發新聞嘛 突發新聞 尤其是在美國 我們現在就尊美國了 你知道了 香港實際上發生的事情 我一會兒再說 小夏 你先講美國的事 今天早上8時 突然法庭一開門 記者發現Hunter Biden 跑去告國稅局 跑去告國稅局 說國稅局的兩個吹哨人 那些揭發的兩個人 幾高級的調查人員 說他卸露了他的隱私 每一項卸露隱私要賠一千元 不知道多少項 現在媒體都還沒數出來 就告這件事情就很好玩了 第一個國稅局是他父親屬下的 他這件事件出來之後 拜登要想再選總統 第一件事情就是媒體幫著他 死的按住 不出聲 連那些推銷人 連那些揭發的人 報料 媒體都這樣帶一個 很多事件都乾脆不報 接著又那些 Hunter Biden 合夥人在說那些 又是一隻字都不報 是Fox去報一下 一隻字都不報 主要媒體 這次碎了 我一看今早8點鐘 大家都要報 CNN NBC MSNBC 大家都沒有辦法要報 那一報就不能收的了 一報就收不回了 他實際上他就想按住 他就想叫國稅局不准暴露他的個人資料 他的私隱 但是反而就有了反效果 現在我是這樣想的 這個兒子不知道爭老爸爭到什麼地步 才會到這個地步 就是說很簡單的 你看從他的生活方式 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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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軍隊 被軍隊趕了出來 後來接著吸毒 十幾年亂來做 到他老爸競選之前一年 把他自己的電腦留在那裡 那麼多的記憶裡 他這樣說他老爸 接著每次做一件事情 都是跟他老爸反著 插著來 他又沒有難過 他老爸沒有出聲 因為做一件事情可能沒有出聲 但是他老爸在做什麼呢 他就插著去哪 作對 跟他老爸作對 這件事情就插著了 拜登 所以昨天 現在這幾天 就整個 上個禮拜我們講過 那個主流媒體開始說拜登太老了 那這幾天媒體不斷說 今天這件事情是多人說的 那原來美國人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知道是詳細的情況 他怎樣不交稅 怎樣被罰 怎樣拖過了什麼時間 所有的事情原來是這樣擱著的 就是媒體瞞著的 現在是不是全部都要回來說 有整個 這個禮拜他除了有 以前拜登政府是怎麼做的呢 亨特出什麼事呢 他弄一單去起訴特朗普 就立即遮了 今次起訴多了 起訴特朗普沒有這麼多用 現在的主流媒體真的挺有意思 前兩天就 NBC Meet the Press 就釋訪特朗普 結果最初主流媒體說要抵制NBC CNN有採訪 是不是 不是NBC NBC Meet the Press 那個節目 就是說他不給平台這樣 大家看著 現在這個 就是說 一直這樣看 最近新的民調出來 在七個搖擺州 包括 威斯康辛、米歇根那些 就是一對一競選 特朗普超過拜登 其他州都不算搖擺州 全國民都不算的 全國民叫他們差不多 不算的 一定算搖擺州 所以這次的選舉就很有意思 亨特拜登出來搞局 他又不是要多錢 他每透露一項就賠一千元 賠極多一萬元的國稅局 還加上律師費 他不是要錢的 他是跟你搗亂的 但是你猜那個法官會不會命令國稅局 以後所有事情不准公開 不准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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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案件剛剛才立案 有很長時間去打他 打的時候 他那些事情是不准公開的 但是那兩個 報料那兩個人 就是得到了國稅局的 就是他要報案國稅局 他才可以去報料的 但是國稅局按照法律 就不能夠禁止這些報料人的 就是你想爆料 就是按照法律 政府腐敗政府不合法的行為 全部可以告的 那你去報完之後 你不是說直接去公眾媒體說 這樣就不可以的 他們先走去這個 這個負責 負責 我都去過這個 這個特別公眾媒體 你師傅那裏 他負責 所有爆料政府的腐敗行為 都在那裏做的 跟著之後 他們就把這個消息說給國會 國會叫他 那國稅局就不能夠阻止他們去的 我說你腐敗 你不准我說 但是不准我說 國會一旦招了去聽證 他又不可以不去的 你不可以抗拒國會 因為班農被判了四個月 就是這個意思 抗拒國會 都不能抗拒 國會一問就要說 所以 Hunter Biden是不能告國會的 國會停證尋找真相的 國會的權利 是不能告的 那兩個吹哨人 那兩個揭發人 又不能告的 他已經是走勢程序 他只好是國稅局 國稅局也是想跟他緩的 這件案子怎麼打下去呢 大家就很好玩 實際那個法官 應該要衡量一個報稅人的私隱 美國有法律很尊重這件事 每個報稅人的私隱 和那個所謂推銷人的權利 他如果這兩個衡量 就要考考那些法官 還沒到法官手上的 看看國稅局怎麼和自己辯護 還有國稅局 可能有國稅局另外一套說法 現在到美國打起官司 你也知道的 誰怎麼說 我們一直看著 我們大陸那天叫吃瓜群眾 就是瓜子 就是咬瓜子 一邊夏天很熱 吃瓜群眾 吃瓜群眾 大家吃瓜群眾就看 不過大家吃瓜就可以吃瓜 我看得比較詳細 我就在這裡介紹 我今早就很快就譯了那篇 就是Fox的新聞報道上去的了 那現在我就把那個報道開了 就是你走到我的Patreon那裡 掃一下那篇 Fox的特發新聞那篇 就在上面 可以大家點來看的 很短的 現在大家都沒有新聞了 我看到所有新聞 我找了 我一早 這些是新聞習慣 我找了Fox NBC CBS CNN 大家看 偏偏都是一樣長的 多一點 這麼多小的都沒有 但是它每一篇 隔15分鐘就更新一次 所以你等到更新 如果再點擊那個鏈接 我上面那個鏈接 可能已經更新了 我就看到的感覺 最近那些民調 就言拜登老 這個數量就直線上升了 言他老 覺得他不應該參選 但是現在開始 如果現在這樣再爆料的話 就開始會感覺到他犯罪 這個犯罪還沒有進去人心那裡 他的犯罪 因為那些主流不報 所以現在變成 下一 接下來這幾個月 看看有沒有那些新聞 可不可以令到人民看到 他那種貪污 現在是這樣 民主黨裡頭 基本上形成了 基本上三分之二的共識 因為民調三分之二的 三分之二的民主黨人 認為他太老 不行 現在問題不是他老不老 Elma我們有電話 他們是 他應該馬上回來的了 現在我就說 不是他老不老的問題 現在民主黨的方案就是 民主黨的總統和副總統一起把他推下來 我們都看到這些輿論 包括Nancy Pelosi 包括他們的民主黨的人說 在那裡說賀錦尼 我現在很快再重複一下 民主黨最近的輿論就是這樣說 就是說 如果這個總統不選 連副總統都不要 知道賀錦尼搞不好 那就不行了 那麼Nancy Pelosi 推了拜登 他說 如果拜登認為 就是 副總統候選人 不關我們事 是關於拜登認為的 目前我看 超過一半的可能性 拜登不會再選的 不會再選 他現在的問題就是 賀錦尼怎麼辦 很難辦的 很難辦的 他黑人女性 你現在找誰去代他 所以有些人 如果拜登不做 那個初選 初選可以不給賀錦尼上 初選不可以不給他上 只是選民而已 選民不選他 所以初選 不選他 就是不選他 不選他 那大家競爭 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 民主黨討論 我加了很多民主黨的群 看別人 看那些專家群 有些專家群 是這樣的 你就要 你進去看他們的意見 你要是讓他們接受才行的 他查你 以前是記者 我現在接受過很多次 所以我就 在很多女的群裡 你不用逐個去問別人 就看別人的意見 挺有意思的 現在 民主黨裡頭 就是想著 好了 拜登 現在不能夠下來 如果拜登 現在因為醜聞辭職 賀錦麗上去之後 賀錦麗就會自己做了 做了年紀總統 你其他人打不過他的 但是賀錦麗呢 主黨那些人 差不多一次認為 他肯定打不過共和黨 任何一個候選人 那個候選人 那個候選人 隨便馬上出來都比他厲害 所以他們現在不敢叫拜登下台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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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媒體 不斷配合 配合著 拜登我真的從來沒見過 整個共產黨媒體 現在這些是 但是整一下整一下 這些醜聞 有法庭 有幾個共和黨媒體 還有搞這麼多自媒體 一些些弄出來的時候 有幾嫁妓的 拜登的腐敗 就變成了民主黨的特性包袱 所以現在前一陣子 我前一陣子 我不是在那裡講過 我去參加共和黨裡頭的會 那些共和黨大佬 他們就說 很灰心 並連我們選上的可能性 連8人之5都不夠 他們不是那麼反特朗普 但是認為特朗普選不到的 現在民主黨裡頭 反而是認為 賀錦麗連8人之5個可能性都沒有 拜登如果這樣下去 每天是沒有可能性的 那民主黨裡頭其實很死的 即是很弱 不知道怎麼辦 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沒有一個 即是怎樣也有問題 怎樣做也有問題 所以我都看見很好玩 共和黨基本上 接受了特朗普的率已經 是嗎? 沒有的 還沒有? 從未開始 不是的 選民的事情 很多事情是沒得估計的 我認為特朗普的那種 受歡迎程度 有人打不過他 但是當時 都是在這個同一的時候 2012年 奧巴馬只有6%的支持 是 希拉尼打算肯定他的 那時候沒得頂 叫做沒得頂 錢也沒得頂 沒得頂 阿瑞一場 一場 Iowa下來 輸一場 跟著就差了 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事情 美國的選舉 真的是選民決定的 整天都是很小的一群選民 在Iowa那些 我什麼時候 真的有空 我2016年 我在Iowa初選 我整場初選 我坐在那裡 看著選 因為它是很小的群組 大家要辯論 誰站在那裡 很好玩的 很好玩的 我放回一些 到時候Iowa差不多的時候 我放回我當初 寫一些文章 筆記和視頻出來 現在還沒變得太早 就是那些人 配合不了新的問題 小嫻 我昨天 我們香港議會那邊 做了一個Clubhouse 講起 就是那種票 後面那個所謂 那個投票人的思維 考慮利益問題 大局問題 哇 那個實際 真的裡面 就是那種票後面 有很多substance 有很多很多 就是我們香港以前 就是羊群效應 因為那個大台 呼籲你們這樣投 跟著這樣投 就完全是沒有一種 獨立思維的 但是美國看起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是吧 所以整件事可以改變的 香港議會這個事情 是民主操兵來的 就是你中間 對於普通人來說 我再講講 有人說 又不成熟 又不成熟 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根據在哪裡 因為你現在 已經是這樣的情況了 也許很多人就說 又不是很多人 有些人就說 救人急 救人不妨礙民主而已 什麼都不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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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要是你有聲音之後 就有更多的 有更多的力量 打仗都要投票的 這時候都沒得說的 我不知道 有人 有人說 叫我不要跟你做 那樣那樣那樣 那樣那 你真是笨蛋 真是笨蛋 真是笨蛋 反對我們接受反對 我們出來當然有很多人反對的 那你要講得出個道理 你講的道理根本就好像很兒戲 是啊 就是差不多講了一篇 我一個月就講回去 就沒事了 都不拉奸的 發言公義的脾氣不好 我脾氣都不好 我脾氣不好 他又不選 如果他選 你就上去平台反對他 跟他打過 那些議員有很多的脾氣不好 你以為美國的政客 出來笑起的脾氣這麼好 小夏證明香港人 那個對民主的認識的程度 你明白嗎? 根本完全不拉奸的東西 可以強行抽些東西來講的 就是說 他這樣一見 我的脾氣可以影響到 整個香港的民主進程 嘩 我真的有這麼厲害就好啊 真的 他們有時候 我講問員工怎麼樣 我都很有名的脾氣 我那些原來人 牛精起床的時候 不用想的 想都不用想 坐監察頭出去 我說 我就沒有見過員工儀那些 這麼容易頂回頭的 你說脾氣不好 我們那時候 定選 辯論 成那種吵架法 其實 他沒見過美國那些 真是辯論 那種辯論 他們沒見過 吵架 是要辯論的 政治觀點這些東西 是不能辯論的 但是你不要人格攻擊 所以我有時候 我多不開心 就是他們那些人格攻擊 現在出來做事的人 那些人 那些人肯定是有那個 那種火氣 沒有火氣做不到事的 尤其出來講話 你怎麼可以 你堅定立場之下 你不能說是溫和的 是的 那我有一句 我作為大陸出來 我這麼多年 等於是和中國的國家安全部門 打了幾十年交道 被他們怎麼跟蹤 被他們怎麼慘 被他們怎麼慘 而且民運圈 我看著這些事情這麼做 那我自己覺得 我講一下我的分析 我的經驗 就是 對你們落通策定 等等 就是香港保安局的做法 香港國安法庭那些很愚蠢的 那些人雖然是混帳 插中共鞋 插中共馬臂 但是他們不懂得做政治迫害 真的不懂 那就看到很好笑 通信 但是呢 中共那些是老手來的 中共做政治迫害呢 它會衡量 第一個迫害 如果迫害到你呢 你在他身邊呢 他真的迫害到你死的 真是窗廢的 如果你不在他身邊 你在海外呢 對海外民民全體做的最大的事情 就是分化 分化 很容易的 他就找一堆人 就是我在海外 我就習慣了 誰最有攻擊性呢 你看看你身邊的人 你看看你做些事情 誰無端端的 就在那裡吵架 那些 那些 那些真的要警惕 整個 整個 統戰部 國安部 做的那些手法 就很精致的 後來我們已經證明了很多的了 每一次呢 出來呢 就 暴力臭的 就到處去挑事情的那些人呢 差不多 之後都有他們的影子的 我是講到這裡的 對 對 大家小心就是了 是 不是 我們現在呢 小夏 我們現在這個 最近呢 我拿整個活動 我們整個活動 我們就在那裡 交告那個段落 不是 有人搞我 我現在用5G 不用Wi-Fi Wi-Fi 這裡有Wi-Fi 兩次全黑 這個是問題來的 不是不是 而且這麼早上 到處都沒有人用Wi-Fi 所以基本上是有問題的 不過小夏 我現在跟你講開 或者觀眾都可以聽完 我們原本呢 你知道了 什麼都公開的 完全沒有那個所謂 什麼叫做機密 什麼的 完全你看到我說 我說 也都沒有 完全沒有保留 但是現在這樣 既然有人搞 我們要有部分的 就是要保密的事情 要做回機密 來分開 哪些是可以公開 哪些是不公開 就是實際是正常的 以前呢 我們是太隨便 太大方了 現在變成有部分 有些事情 尤其是將來 因為共產黨 可以用妄想攻擊 很多地方 所以我們最近做了一個 全部都在考慮 怎樣一個重組 尤其是進入去選委的階段 之後呢 有一個重組 然後那個軟件開發 所以整個選舉呢 會現在考慮呢 實在時間不夠 就會推一推 還有選委怎樣 要請選委 就是整個過程 現在要停一停 在十字路口那裡看清楚 重新 因為在Toronto發生的事情 都很多滲透的 所以我就免得說具體 那些那些 但是我們有一個重新的部署 變成了等於成熟了 我自己也學回一些事情 這個做這個做 所以大家觀眾呢 你會看到我們好像慢一點 實際上我們呢 在拼命在開會 就重新一個部署 進入第二個階段 以前就是籌備階段 而以後呢 就要進入競選階段 那個就是另外一件事 我要做很多工作 免得被人無辜的破壞 我經常和你叫著不要說 是不是 不說那句都說了 不是說什麼有時候保護人 這個就是香港人呢 在一個自由的環境下 這種意識 我們很有這個意識的 難怪到時候 不是自己不怕呢 你不知道 被哪些人帶來了麻煩的 所以這個就是 他們現在中共威脅人那些 真的 不用大家都有親戚在大陸 大家有這種關係 稍微講一下 而且呢 中共是 它一邊一邊威脅你 一邊給你很多理由的 你做生意的 下面給你一些生意 你做什麼 你想做官的下面給你一些許諾 以前 就是說回到大陸 你可以進來做什麼 那些事情 或者可以 就是說你想放人 可以和你談 你什麼都做不了 它已經將你軟化了 最後呢 我就可以模仿大陸的國安會怎麼做 第一個 你呢 我們認為你都是朋友 有些事情 我們有不同意見 可以商量 有些事情 但是那個 是真的 你又嚇死 是啊 是啊 它罵過我 那立即就覺得大陸那邊 國安親過你這邊的了 我看得太多了 我真的看得太多 我可以模仿了全部 他們怎麼做的 那些說話的 所以呢 就不要嘗試 大家有些事情就要一致 你不要給大陸那邊派人 它不一定說大陸 它是你朋友 香港人都可以的 但是大陸有很多國安在那裡 那跟你講幾句呢 兜起了你的火 你就跟著做了別人 就是大陸人叫做被人當槍洗 嗯 嗯 所以那個問題 就是我們香港人 就不太懂這件事情 很多時候呢 現在台灣都同樣問題的 它少少引引你 你就整個調戲 就是那些權力 那些權力 它用少少 來在你上面養一養 好起作用的 共產黨 不用做很多事情 也不用出很多錢 它很有辦法這樣來 籠絡 然後又利用那些人來分化 很多人出來之後呢 我在大陸這邊 看到很多 你就不會有一種失落感 看看我原來幾塊 什麼東西 現在什麼都沒有 這種失落感呢 就是 一旦有這麼多官方 我都知道你適應你 說我們都是歡迎你回去的那些 我不知道被人 歡迎了幾多次的了 真的 各種各樣辦法 我都不想 還有問候你的親戚 你那裡哪個親人 你在大陸哪個親人 它了解你的親人 在那裡就做你的功夫了 現在肯定有很多月餅 我記得我那時候 一開始又去大陸 他經常都說你的親戚怎麼樣 在那裡有什麼親戚 什麼親戚 就是要照顧他們 我那時候都很聰明 就是我們老母子被他害得這麼慘 就知道 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玩了一會兒 我就說 那你呢 你在美國有沒有親戚 那些人真的是厲害人 我說什麼 共產黨那種鍛鍊 不刀你不服 我這個人有名叫陸親不應 我爸爸也想不到 現在我家裡只有我媽在那裡 我媽二龍 我九十三歲了 說什麼都不行 我和我媽又不打電話 又不成功 就是沒有辦法說話 打什麼都 那他們又封了我的微信 我更加沒有辦法打 但是沒有勢 而且我做反革命的時候 我媽媽揭發得很慘的 真的 哎呀 我都知道的 這些全部是公開的東西 所以你說呢 你說我什麼媳婦那些是小事 媽媽都有搞我這樣 那時候不是可以理解的 那些壓力 那時候是為了生存 什麼都要做 那些壓力很大的 不過我的人就很有名 六申不應 就是那些 人家說那些湖南人 共產黨的湖南人 很多 真的又死了很多 你想想 中國現代 清朝那時候 太平天國 廣東起身 但是呢 鎮壓了太平天國 增加了你四大中興名臣 三個湖南人來的嘛 就是湖南人那種性格 死牛一變頸 是啦 所以就不承認這些事情 但是呢 大部份人不是這樣的嘛 是 很少利益 真是 他們那時候都是說 在美國就不要說 說到我們不壞 我說壞不壞好不好些呢 你說好的時候呢 我是真的這樣認為 我又不用你去買我 是不是 說壞的時候 我照說也是真的 說什麼都沒有用的 這個是客觀報導來的嘛 所以現在香港人 面對很多這些問題 就是你們 我上次跟你說 你現在對手換了 原來這些對手 可能是香港的 國安法國安處 現在這些對手是 是中共國安部來的 現在整套內部搞得怎麼打架 那些做法呢 就是大陸人 後來你現在看回 我說大陸人 看回蘇聯、KGB 所有共產黨國家 一步一樣的 東德那些 最有意思就是 大家如果想了解 你去看東德 東德後來解密的檔案 都可以查自己的檔案 Stars的秘密警察怎麼做 說有一個選了議員的女兒 那個老公是派來監視她的 還跟她結婚生的兩個兒子 日日回報 就是到這樣 很多人 大家要想著這些事情 真的